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看徐老师 其实是很可爱的 不过徐老师 我看你转发微博了 人家有人说 咱们节目里 你跟小田 瞧不起凤姐了 哪里敢 你怎么敢瞧不起凤姐呢 我们这凤凰卫视 你们还有关系 人家义军 我觉得他很可爱 我最近有朋友 去纽约去旅游 一连碰到他三次 他可能住那个区域 然后坐地铁碰见他 在街上碰见他 我觉得特别亲切可爱 就是经常远远的 被人家偷拍 要不说徐老师 我跟你建议 咱们这什么都是 开放的 就是透明的 我注意到 实际上 你看我也有社交恐惧症 我也有社交恐惧症 就是平常 当然我要说 我有社交恐惧症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可笑 实际是的 但是 所以我就能理解 你看 你看你这个动作 他的这个肢体语言学 在他身上反映无疑 你具有知识分子的那种防卫 你知道 这我们早就学过 你现在的这个姿势 就代表 知识分子有某种这种 社交的那种障碍的时候 比如说面对陌生人 或者面对 你们都不是陌生人 那就面对紧张的情况 或者面对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 当一个知识分子 他这样的时候 实际上我理解 他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不是 这是因为心脏不舒服 对 不要过度解读 这个我听说是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是这样 就通常这个人地位 比他人高一点 你像这个徐老师见识 比我们多一点 我看到开会 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 还有呢 这个动作慢慢变成了 他一个标志 可能是他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未必是 大家解读的那样 主要就是手没地方放 手没地方放 也是紧张的表现 是吧 对 你看我 其实手无足蹈的 其实也是手没地方放 我是这个 你知道人的表达 我才真是 我觉得我有时候 是用全身在表达 就是真是像就 颜值不足啊 实际上是口头表达 能力不够 你知道吗 我有给老外看过 手之舞之 足之导之 对 我给老外看 你常常在一起 他们就说 哎呦 这个主持人不太一样 为什么他的手就是free 经常在动这个手 跟别人不一样 那是因为嘴跟不上 老外听不懂 讲什么 他只能看他的肢体语言 所以你看老外 所以呢 你什么样的肢体语言 会给人什么样的印象 你像我这样的肢体语言呢 就老让人觉得 我这个人不够严肃 一看就是一种 市井小人的那种 无赖相 你就 假装的 假装的 你就不能这样 所以我下次准备 我找一靠子 我就试试 我就不动这个手 像我们的红义军一样 说话你看 他永远很端重 我这个手不动 其实我以前特别爱用手 其实现在我一放开了 说我还是用 但是我记得 我最初学到 不要用手是在哪 那个毛母写的刀锋 他就讲那个人 他以前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年轻人 后来去参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 回来以后 见识过了战场上的东西 然后战友死等等 经历过很多以后 他再描写这个人 第一句话就说 他说话的时候 手一直不会动 就是他变得非常的沉静 这个人沉下来的时候 他手是不动的 所以做不到 我后来看节目的时候 我自己还在想 你为什么说话 手要动 其实你很难 你完全不动的话 你说话很难 这个是一个 唯一可以比较不动的 一个姿势 他把自己靠起来 把自己把自己靠起来 其实这 我还是认为 这反映某种拘调 拘调和距离 和自我保护 而且我觉得 你也应该像我一样修正 就是往往有的时候 这样会给人感觉到 有一种就是不亲和 或者有种 居高临下 或者他就有时候 会让人产生那种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 不是因为说的不好 全是因为长得不好 不是 也不是说长得不好 全是因为你那个 你一直说 徐老师说凤姐的时候 不能这样 没有 凤姐没有什么 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 对吧 他能做到今天 我们当然不能 没有能力包办任何正确 但是呢 却应该不断拓展 争议的空间 对 就让有人说的 有人骂的 大家都应该有一个 说话的地方 对吧 你说这外交合 受党教育多年 虽然他不让我入 但是我还是要按照 正确的方针去做 就而且我们也不一定 老讲这些娱乐八卦 难道就不能揭露 一些社会阴暗面吗 所以我今天都起勇气 我给大家揭露一个 应该面 央视播了 我跟着 我跟着 我跟着说一说 我跟着 这就是我现在的迎风起舞 你知道吗 全看着你们新华社 看着央视 你们说了 我跟着来 对吧 好 而且我现在也发现 中国矛盾非常的诡异 现在是经常你会看到 中央级的媒体 和地方政府之间 发生冲突 你说经常吗 少见 经常 有经常吗 过去也有 中央级媒体批评地方政府 这个蛮正常的 但过去有一种说 地方媒体 你不能跨省批评 比如说你是浙江省的 不能去说 这个 这个东 就是说那个黑龙江省有个什么事 说你不能去报道 是这样 你在本省是可以的 除了问题呢 要跨省审判的 对 那个那个那个 官员犯罪 是要跨省审判的 因为省得你这个省力都是熟人 对 但是报道不可以 但是中央级的这个传媒一报道啊 地方上一般都是服了的 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例外 我倒觉得是一个例外 什么呢 就是读土 这个事情 涉嫌读土 我现在还没定论 对不对 加个引号 这就是罗生门呢 好 中央台报道的这个数据 这个长州外国语学校 咱们先给大家看看这几个图片啊 这是在长州 长州外国语学校的这个家长们 也活动起来了 你看舅舅场外的孩子们 然后再看 这就是这个学校面前 这一大片土地 据说是原来三家化工厂所在的地方 所以需要进行土壤改造啊 需要进行 你看这个学校前面这一大片地 说这就是 徐老师讲的涉嫌读土 对吧 有读的土壤 你看这原来三家化工 哎 你再看下边 咱们这个可以放 这有人说一次啊 他们把这个地方挖出来的土啊 倒在十里地 十公里外的 这个农田附近的一个地方 就说有人挖出来 里边是这个黑色的这个土 然后说这个土呢 污染了附近的池塘 养的鱼都死了 死光了 这个附近养鱼塘的这个农民就讲 为什么我说就楼声门呢 你看咱们今天求真相之难 说央视的报道就是说啊 五六百个孩子 查出来身体有问题的皮肤病啊 湿疹啊 血液里边又出现什么超标啊 这些啊 说查出来的问题得有四百多 反正是大部分的孩子 对我问四百多 好 结果呢 长州地方政府 他们拿出来的数据 说我们积极检查啊 我们检查 我们体检呢 体检他们好像就是说 只有就是四百多个孩子 没有问题 查出来超标的 只有133个 这是超标的 所以这个数字可以如此不同 家长呢 又找第三方检测机构 做的这个检查 又跟地方政府的感觉 呈现出相反的态势 地方政府说 土壤都是那个 那个达标的 水都是达标 但是央视和家长的一个报道 就说是超标 里面的一个 有个东西叫做路本 就什么东西 是一种这个杀虫剂 所以他为什么皮肤会说有反应啊 对 据他们 如果按他们这个逻辑来推啊 就是皮肤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这个 有杀虫剂的这种东西 但你说这个他们究竟相信谁的这个测量标准呢 我觉得我这看着有点像那时候那种那个明星啊 比方被人说你整容了 然后他去找个医院去去看 看完其实也也就不信的人还是不信 信的人也也无所谓 你不觉得是这样的 好像是25号还是26号 他们现在又成立了一个中央环保部门参与的一个调查组 查出来说目前知道说空气没有问题 土跟水还在继续检测中 这是最新的 是环保部 环保部下去 而且有立案检查 这个环保部已经不是长州政府 也不是央视他们所依靠的这个上海的公司等等 那另外呢还有国家安就是那个卫生部门呢 有个最高的下去 也在检查就是刚才讲到底是100多个人病 还是400多个人病 那个那个结论还没有最好出来 当然央视这个事情也不是他开始弄的 最早报道是澎湃新闻 还有别的美报 澎湃新闻跟财经网呢 近年来都是名声非常好 就是他们抓社会问题都是非常尖锐 可是现在大家忘掉了澎湃新闻跟财经网最早的报道 因为什么 因为央视 因为央视现在开始他变成了一个 怎么来说 大家心目当中的司法机构 只要他一登 可以判嫖娼罪 对 那这次是检查机构的角色 虚人满子啊 什么什么 你这种 你千万别上央视 对不对 你上存款可以 所以一般情况下 大家知道央视一登 你就完了 可是为什么这事情没完呢 奇怪 对 真是 我过去还曾经 因为我爸我妈特爱看央视 对吧 我就很渴望能够上央视 后来这个薛满子出了事之后 我有时候过梦 我都梦见我想央视 千千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想象春晚 想象春晚 一军 这个学校校董是谁啊 咱别说这个 说说那个什么 说说你想说 我最关注这一次啊 就说长州外院在当地很有名的嘛 去上学的人 其实家里面都还是比较中产啊 各个方面就是条件比较好的 这让我想到什么呢 就是我多年前我也 就我也讲过 我到伊拉克去采访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人跟我讲 中国人在外面就很辛苦吧 一帮那个农民工去建设这样那样 他说呢 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那么快 他说必定是有人付出了超长的代价 那我今天我现在觉得是另外 是所有人付出了超长的代价 因为有些东西啊 你经济发展带来的 像这个什么土地污染等等 你以为跟你没关系的时候 都会找上你的门 像上次天津爆炸的时候 就那帮人也是中产 他那去买房子的人 也是挺有钱的 那些人炸了以后 逃出来手里达的是 那个姑气的包啊 那样子啊 这次也是 就是不要以为你经济上 比别人更优越一些 你可以躲过一些东西 你躲不过 中国土地污染的这个状况 就前一 好像是前几年嘛 有过一个报告 就是14年 中国自己做过一个报告 那说具体的细节呢 是这个国家机密 但是透露出说 是近五分之一的土壤 都是污染 那说那个 然后说呢 如果要整治的话 整个要花掉多少万亿啊 我记得好像 7万亿人民币 然后说中国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这个就是中国人民呢 过去说呀 不要在资产阶级的 相风迷雾里 迷失自己 可是今天 咱们可真的实在什么呢 毒 毒风 黑 黑雾里啊 快要窒息自己了 这个 这个毒 土地 我就说这个事情啊 其实 呃 单纯看这个个案 要继继续调查 得出真相 但是大面上看 我得到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大米 这个最严重的 现在叫一个是千超标 一个是格超标 这都通过有毒的土地啊 他进了你的粮食啊 进了你的粮食 我看到一个权威的一个数字之一 还是前两年的数字 呃 等于说啊 五粒大米 就是五粒大米里边就有一粒千超标 十粒大米里边就有一粒格超标 那这个 那这 很多地方咱就说这个格格大米吃多了以后啊 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肾脏 哎 你就说 我们现在都是实之而不绝呀 而且呢 我觉得有意思 我在凤凰评论上看到一个叫司徒的人写的评论 叫独土地风波呀 让精英阶层梦断长洲 长洲精英的 他讲的什么 他说在过去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曾经有一种呃 这个呃 预言 就是说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认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就所谓精英阶层啊 他们会改变中国的体制 为什么呢 说当他们一旦有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之后 他们就也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利的时候 说精英人群就等于说日子过得好的人呢 他们对社会矛盾的忍耐度低 敏感度高 所以到时候呢 他们有了势力啊 咱们让他先富起来啊 他们有了势力呢 他们可以倒逼 推动这个社会各方面良化 可是呢 不如初衷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有了钱的人呢 三聚清安 奶粉里有毒了 他们并没有推动这个事情的这个改善 反而他们的选择是啊 到外国去买奶粉 到香港去买奶粉 同样你比如说 疫苗出了问题 他们有钱人不是要求获得食品药品安全的权利 而是首先想到了到香港到海外去打疫苗 对吧 医疗改革出了问题 医生不是对畸形的考核制度表达抗议 而是把创收压力直接转给了患者 教育出了问题 家长不是施加压力 要求公平分配教育公共资源 而是找关系 花高昂的赞助费到名校 这种选择也是人性 可以理解 但是呢 这就是说为什么梦断长州了呢 长州外国语学校 那是当地一等一的这个学校 你这么就是人们觉得啊 这种花钱供出来的这个学校 精英的子弟上的学校 都受到了毒土的威胁 那么祖国大地先富起来的人 后富起来的人 什么所有的阶层 谁盖就盖莫能外 对吧 你马云你也得呼吸有毒的空气 不是吗 对的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叫躲不开 因为就变 就算你自己可以去买外国奶粉 你打外国疫苗 你就你出国 你都有亲戚朋友 会摊上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是真的 我说是每一个人都在付出代价 原来以为是稍微好 就是稍微好一点的人 能够有别的选择 但最终你发现是躲不过的 能不能正能量一点 能不能正能量一点 徐老师正能量 正好就是你说的 这一部分稍微有钱的人 他们就不能忍受前面的化工厂的土 说不定在更穷的地方 有的很多家长送进学校已经开心死了 得了那些什么小病啊 他根本不当一回事啊 无数的别的学校可能情况比他差得多 还没有曝光啊 你所以倒过来也许是正因为 所以我们将来看问题会不会好 好过一点 你你对 徐老师说的太好了 就点燃了我心中的这个怒火 你知道吗 本来我 不是点燃了希望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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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这几年变得这个越来越怂了 是吧 好像就觉得光顾自己的好日子 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看看这个资料啊 哎呀 我看见他们列的一份这个表格啊 我禁不住啊 我这个怂人啊 我就燃起这个怒火呀 你知道他列中国的癌症村 我都觉得说不胜说 这个是奶奶 然后呢 这个这个村里近近近几年来 几十个人死于癌症 然后你知道就是像你说的 真正穷困的地方 你就你你慢慢 你就是在杀人啊 他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土地啊 他这他他连抗疫 有什么可抗的呢 他离不开这个土 他离不开这个水 他就在死人啊 这个村里现在还在死 就得癌症啊 过两天就一癌症 过两天就一癌症啊 这个村里打出来的水 那打火鸡都能点着 你知道吗 打火鸡 这水是火 就能点着了 这个在这个河流是黑的 庄稼 他种出来有毒的 城市里的人 就像你说的所谓的 日子过得好的人 粮食的来源 还是多种渠道的 可是那个五乡五土的那些个人 那些癌症村的 他就是五颗一颗那种米 那些铜矿旁边的那些个村民们 你他要不就背井离乡 对吧 你没有能力让他 你都没有能力给他迁居 那么他怎么办呢 他是反对 他是抗议 可是他天天就喝这个水啊 我觉得你这个是在杀人啊 你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啊 我甚至认为 我当然比较极端 我甚至认为国家 你应该把别的事全停下来 你不能这是 每天天都在让人得癌症啊 让人得各种各样 五七八糟的病啊 七万亿啊 说整治这个土壤 一下子会让 忽然觉得我们特别的穷 那我们的GDP是全球第二啊 还有你说 他为什么会搬到这个地方去 就是长洲外面 怎么会搬过去的 我看界面有篇报道 他就说长洲以前 他的房地产的价格呢 比周边城市要低一些 其实对于人民来说 本来是好事对吧 我可以有钱来 来买一个屋子住 但当地 那对地方政府是坏事啊 因为你卖不出土地嘛 你这个你这个房价低嘛 所以呢 他他们怀疑说这片地方 为什么要签这个校址 就是因为原址 要去卖给那个开发商 去盖楼 这个事情很多 我自己的母校 就在那个上海的那个中学 也是给卖掉 然后签到别的地方去 就是因为那块地方 地址很好 所以要盖那个能卖钱的楼 所以还有包括你说这种 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低下阶层 不要以为他们没有 就没有这个意识 他们是切身的这个受害者 没有办法发生 对对对 还有现在最关键一点 是说人家经常说 当这个做妈妈的 或者说在做家长的愤怒了 这个是最大的事情 可能很多的时候 中国人是没有这种政治意识 就你说的 这个经济好了 他未必推动他 就是政治上有很多 更多的这个 就是这个诉求 不一定的 因为这个东西 跟你文化历史的 这种延续的习惯 是很紧密的 会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当你的切身利益 你受到了这个污染的时候 妈妈们怒了 当我的孩子不能吃 好好的奶粉 我的孩子去上学会得病 那那就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所以我希望 场外这个事情 能够持久的争论下去 真正的查下去 它到底污染到什么程度 现在有两点已经确凿了 各方都不否认的 第一个就是 批文没下以开工 对 就开工在批文之下 这是一个硬的违法 第二 科学家有责任 他对面这些土 要怎么处理 原来应该是挖六米深度 这个六米深度的土 要处理掉 他现在说 这个不用处理 上面盖一米的别的土 就可以防止它的污染了 这个是经过一批专家的 科学论证 其实是赖皮省钱 那个方法 你知道那个日本 那个福岛吗 我们正好看到 他那个周年 然后就查了一下 他现在怎么处理 这个污染 他真的那个土壤 要刨到多少米之深 那个树啊 树皮要刮掉 全部刮掉 要刮掉多少 就是多少个厘米 那个树皮 那个那个日本 为什么现在的食品 还能够出口到别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自己审查的 这个严格程度 比外面还要高 就美国现在进口 日本的食品 包括来自于福岛周围的 这个地方 都不用再审了 因为他自己查的 比外面还严 所以你就不要忘了 最近他们就说 这个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的一个什么周年了 最近是 那个那个纪念日 就在近几天 当年这个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遗害 一直到几万年之久 你知道我永远就忘不了 那个诺贝尔得奖的 那个阿里克谢叶维奇 写的那个 就当时这苏联的这种 官僚的这种这种机制啊 他要做的是 把图书馆里 跟核辐射有关的书都收走 不要让人知道 你们现在生活在绝境之中 你们不要让人 不准提辐射这个字眼 所以那个辐射尘啊 那他超标人体 多少倍的时候 还在组织 国际劳动节的游行 在大街上 最后那个市长 受不了内心的谴责嘛 就自杀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场外这个事情啊 要是能够 这是一个突破口 要是能够大家普遍的注意 水污染跟土地污染的事情 我们注意很久了 还是很久 那个三聚清安 当时出了错 这个上面有一个负责的 这个主管部门嘛 有个人就寄过下去的 但是这位官员 现在就是全国 这个食品药物总检的主任 所以育苗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全弄出来 就是这位官员 就是这位官员 当然他现在也不能说 他可能已经改正了 这是育苗的事情啊 我看了一些材料 其实是 它是一条正常的链 这个女的商人破 等于是他出了一个事故 他因为是 这个二类育苗 国家的这个渠道啊 每一个行政级别都加价 所以他一直有一条 叫体外循环的链 这条链 那个是个偶然事故 后来不过我看 国务院的处理 好像很厉害 就不仅是堵掉 这个几百个人 这一个人的事情 而且要废掉这条链 要是真能这样做 那就就是功德无量 但是不知道 真的能不能就说 还有就是 刚才徐老师说到 就是觉得 经济收入偏低的人群呢 他们可能还意识不到 自己在收污染 或者没渠道发生 我常常觉得 今天的社会 已经不太能用经济收入 来分人的 就是对某些问题的意识 因为他们接收讯息的方式 现在跟有钱人 或者是说 经济地位稍高一些 是一样的 因为智能手机啊 你上网啊 等等这些的这个普及 他们所接收的信息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过去人家说 这个就是讲社会 这个这个不平等 用一个基尼指数嘛 叫做是吧 看 但你现在发现 很多基尼指数 就是说他这个贫富不均度 很高的社会呢 其实是稳定的 因为呢 就他反而是那些 就是信息非常透明的 这个社会 他反而有时候会造成 各种各样的这个波动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现在 人们之间的差距 不再是经济差距 而是你接收信息 当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 你的反应 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个咱们国家 有对这个土壤 这个毒化的调查 包括这个大米当中 含有重金属的调查 可是有人要求公开呢 告知已是机密 对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 突然也是机密啊 他告诉你具体 什么地方受污染 说有近五分之一 但是具体地点是机密 就是啊 所以你知道 最近我还 还有一日上升的就是 或者是因为 我还有一日上升的 那一日上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